網路時代駭客大軍威脅越來越大 2023年才過一半 國內已經發生多起資安漏洞事件 年初傳出前見保守員工販售個資 還有永豐銀行十幾名信用卡卡友 被盜刷超過百萬 二月的時候微風百貨及Irons 數十萬會員個資也遭到外洩 根據統計 台灣每週受攻擊的次數是全球平均的 三倍以上 巨大全球數位產業聯盟協進會 找來國際專家 為強化台灣資安保護網限冊 美國知名律師Cyrus Vance 在海內外處理超過上千件炸棄案 過去曾在紐約當過檢察官 安娜詐騙案也是由他偵辦 透過30年老到經驗 提供台灣網路風險 預防建議 資訊率及國立資安及國安 但是這個資安及國安的意思是 隱私資安所有的教育 通通要有正確的觀念 台灣資安產業2022年產值 達到700億元 但偏向硬體技術等 事前防範對於資安事件 適中防範和事後回復 還需要再加強 希望說透過我的整合能力 透過我的國際的關係 我們可以跟國際接軌 秋月商是世界資訊 科技技服務聯盟首位女性主席 2022年3月在創立巨大協會 推動台灣數位產業發展 以科技會友 更要提升台灣資安競爭力 出以奮力 請希望蔡玉如黃浪超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